本年我们教会每一位主餐的主日 我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教导 共同的经文 共同的主题 今年我们是一个门徒的连结系列 就讲一个主的门徒 他要有什么特质 正在圣经所描述的门徒的身份 门徒的生命 今个月份我负责讲晚堂 赴堂 中堂 标青崇拜 题目是不同而和的群体 我们会看一段经文 就是以不所书的第四章一到十六节 经文是比较多一些 大家有秩序表就看秩序表 没有秩序表就看PowerPoint 首先我们请弟兄姊妹 帮我读一到六节 好不好 然后我就读七到十三节 然后大家再读十四到十六节 好不好 好 预备好未 这些字不会太细看得到 好了 我们一齐 弟兄姊妹一齐到一到六节 预备一 二 三 我为主备筹的劝你们 既然蒙照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照的恩相前 凡事谦虚 温柔 忍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决定好守圣灵所自合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照 同有一位子亡 一主 一信 一世 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招呼众人至上 观赴众人至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接着请我读第七到第十三节 我们各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量及各人的恩赐 所以经常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努力仇的 将各人的恩赐赏给人 既说升上 岂不是先降在地吗 那降下的 就是远升诸天之上 要充满万有的 他所持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全福音的 有格牧师和教师 为要承传圣徒 各种奇迹 建立基督的身体 直等到我们众人 在真道上 同归于日 认识神的义址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成长的新量 一起读第十四读十六节 预备一 二 三 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以教之风遥动 飘落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想重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八折各按各迹 照着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漸漸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我们先提供祷告 掌管天地漫密的上帝 你爱我们 爱到降下身为人 成为人子的样式 甚至你爱世人 爱到地步牺牲自己 钉在十架 甚至你爱我们的缘故 赐下圣灵 去联系我们众人 很多时候我们人血气之勇 人信尊自己的欲望 于是乎很多时候离弃你 甚至抵挡你 天父我们不愿意就是这样 我祈求真理的圣灵 运行在我们每人内心里面 在我们里面发生功效 在我们里面发生路法的效用 去教我们去顺服上帝 让我们今天的读神的话语 听神的信息 甚至全谦卑的心 主让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 我们祷告仰望 是奉耶稣基督命靠 在前年我去了台湾 参加华人福音大会 即是华福劣会 四年一次 当中听到一个讲员 他讲出一个信息 他就说 今天是什么世代 是一个自主文化的世代 什么叫自主文化的世代 一切都是由自己出发的 一切的想法 从自己的角度而看 以前我们定时定后 要看新闻 定时定后买报纸 买晚报 让这些专家记者采访给你听 但现在不用的 现在怎么样 你自己有什么事 打开Facebook 有什么事 打开电脑网络 你就看到很多新闻 甚至你自己采访一些现况 post上Facebook 有什么事发生 有人打架 立刻拿一部手机出来拍着 有人骂你 立刻拿一部手机对着人家 自己把喜欢的东西 放上网络 以前我小时候吃饭的时候 是对着电视机吃饭的 到时候看什么连续剧 大家是不是这样 但是现在你会不会八点半都坐下 煮剧 当然不会 你这样勾了 你现在怎么样 当然是上网煮 怎么八点半坐定 还是看燃烯攻略 你当然上网可以吃饭 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 就是用自我的角度 去将我们觉得对的东西 铺上网 用自我的角度 看我们想看的东西 这个自主文化的世代 是改变了的 改变人的生活模式 所以后来现在有些说法 这个世代叫后真相时代 什么后真相 没有真相 每个说大声一点就是 每个圈验得好 厉害一点就是 所以没有真相 没有真理 不用想别人 最重要是 售网自己 售网得好处就可以 这样的世代 由一个别人提供资讯 到现在自己提供资讯的世代 由自己出发的世代 我们很难说什么叫合作 什么叫权威 什么叫真相 真理 故事当我们刚才读完经文 圣经讲到我为主的劝你们 既然蒙照行事为人 就当于蒙照的恩相情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欢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揭力保守圣灵 所切合而为的心 好像跟我们这个世代 有些格格不入 又要谦虚温柔 又要忍耐 被人吓死 被人踩死你 所以好像跟这个世代 格格不入 如果这段经文 现代版的演绎 可能就这样了 麻烦你拍电脑 我身为时尚大人 要劝你们 既然时尚 就要行事为人 造严严格的作风相情 凡事报上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WhatsApp 微信 用网络彼此联络 揭力保留别人的丑态 攻读世人以心 哈哈哈哈 这个像现在世代的感觉 有时当我们说合一 当我们同心合二 何其艰难呢 当我们说圣经讲的 我们信徒的信仰态度 是彼此的调和 谦卑忍耐 同一世界 好像是逆流的 于是我们在今天 再次看一段经文 到底我们如何重拾 这个圣经那种的 合一的生命 合一的态度 合一的关系 当圣经就说 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欢荣 他特别提出一个 很有趣的观点 你看清楚 他讲这些要求之先 是要有什么 有什么 你们 行事为人 就要有蒙照的恩相情 原来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他叫你欠虚温柔忍耐 为什么低声下来 原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当你重拾一个蒙照的恩 甚至重拾上帝对你的身份使命的时候 你自然就做到一些谦虚温柔忍耐了 故事我们看完经文的时候 我今天愿意用五点 去看看我们今天的身份 有没有改变到 这个改变成为我们 今天在我们行为改变的基础 首先我们的身份改变是什么呢 圣经就说 我们是有使命的角色 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完成 圣经第四章一节 我为主的被囚劝你们 既然蒙照 行事为人 就当于蒙照的恩相情 这个蒙照的恩 在新日本有个版本 行事为人 就背得上你们所蒙的呼照 原来圣经它强调的一件事 今天你和我 是有上帝呼召我们来这里 去有祂的使命 有祂的角色 有些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的时候 很容易你就放下自我 放下血气 我记得 有一次在停车场 我看到苏木斯的车头 穿了这么大的洞 你知道我开车 看到这么大的洞 哇 好肉痛的 看到苏木斯说 苏木斯 为什么弄成这样 是不是你女婿撞塌 你不敢说她吗 你知道 苏木斯就说 不是不是不是 撞得这么大个洞 很严重的 为什么弄成这样 有一次红雨的时候 路是很弱的 他赶着去港道 港道的时候又塞车 怎么知道前面的货车车路 流后都挺厉害的 整个角铁撞在车里 凹了个大洞 如果你是苏木斯 要趕着港道 就在塞车 可能正常都差点迟到的 前面的货车撞到你的车 你同不同是理论呢 我们做个民意测验 你同是理论的 你举手好不好 预备想清楚 你赶着港道 前面的车已经塞塞地 你同不同前面的车理论 好了 你同是理论的 举手 一两件 不同是理论 为什么不同是理论呢 这么笨 为什么 因为你有更重要的东西 可以港道 可以宣扬神的角度 是很重要的 事后我们就告诉 宋胡帖 其实你有没有车露 可以第二台露 原来在人生当中 当我们知道 我们有更重要的事 有上帝的托付 很多东西 我们就排得低 凡是谦虚温柔的背后 你有没有承担 上帝给你更重要的使命呢 当然了 第二件事就是说 我们是角色改变了 今天上帝呼召我们的 是有他的计划 有些更重要的事要完成 我们的角色改变了之后 我们知之意见 去晓得 去服侍 去低声下气 去求和平 我经常和一些特兴姐妹分享 我以前 我牧养很多年 有些人由少女年代 牧养做 师奶年代 我最记得 以前牧养的时候 做青年工作 看到那些姐妹 很衰 怎么欺负弟兄的故事 很粉粉不平 可能自小被人欺负 那时候 看到团剧的团花 最美女 去烧饮食的时候 哎呀 这张椅子很骚 那些弟兄又很坏 就有些孤阴兵就出现了 我帮你铺 布纸也不行 布纸也不骚 铺纸 铺纸就这样算了 最难受的是 哎呀 烧黑了那只鸡翼 那些弟兄就走来 我帮他撕了那些黑去 哇 香脏烧烤 我帮他撕了那些皮去 哇 那些弟兄 惨糟折磨 哇 我简直叫做惨不忍道 但是呢 这个世界上 天理超超 是有报应的 当后来 当那些姐妹 后来结婚之后 成为太太 成为妈妈之后 哇 简直有报应出现了 当他抱着个儿子回来的时候 那些儿子说 我不吃 我不要 这里脏脏 我不搅 接着呢 看到那些儿子 就是 赖死赖尿 要帮他换片 以前炎脏 他又不再炎脏 为什么呢 他身份改变了 他成为他妈妈 成为妈妈之后 他怎样呢 真是低声客气 帮你换片 儿子吃粥 女儿子吃东西 追着他胃的 以前 怎么会这么顺滩 原来 当我们身份改变的时候 带来我们行为的改变 带来我们心态的改变 今天 当圣经说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缓持的时候 背后 在说的 我们身份有没有改变 我们有没有领受上帝的蒙照 甚至上帝的呼照 甚至在这段经文当中 他更加提出第二点的 就是说 我们是第二个身份 是个蒙恩者的身份 什么叫蒙恩者呢 就是说 大家都是蒙上帝的恩典 我们被拯救 是上帝救我们的 我们不配救恩的 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来的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最大的分别 就是一个知罪的群体 和这些世界 不知罪群体的分别 故事我们不会评论人 或者不会笑人家 因为我们笑人家的时候 我们说人家坏 其实自己还坏 只不过是五十步 笑一百步而已 大家这么高 这么大 故事 在教会里面 我们大家都是蒙上帝联名 都是罪人 我们不要一个比别人 我们大家都是蒙恩者 故事在教会里面 是不会有老板的 是不会有CEO的 我记得有一本书 叫《直斌标杆》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这本书在90年代 是一本很经典的 教导牧养的方法的一本书 当中的作者 Vick Rolland 后来写了《标杆人生》 很多人都看过 他说在80年代 去加州 开他们马安峰教会的故事 他说最初他一个人 去马安峰那里开教会 邀请附近的那些弟兄姐妹 附近的人查经 然后慢慢开教会 他开始这一教会的时候 第一年有个家族 就跟他说 Rick Rolland 喂 你的做法 和我以前教会的做法 很不一样 可依然教会是这样做的 那听一次就算了 怎样又要跟他这样说 可依然教会不是这样做的 可依然教会不是这样做 听得多 你会怎样回应 你这么喜欢你以前的教会 不如回到你以前的教会聚会 就算了 他就是这样说 这样说了之后 就是说一下而已 得罪人的 那后来 好吧 我自此说 我这个家庭不回这一家教会 谁知道这个家庭的比例 和奉献 是占这一家教会的30% 哇 那时候真的很大的挑战 但是Rick Rolland 他就说 我们教会是需要的 是主耶稣 不是老板 于是祝福他 你走吧 谁知道他和我们分享这本书 第二年 我这家教会有三倍的增长 原来很有趣 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 用老板心态自居的时候 这个不是符合圣经的要求 上帝说 你们为什么能够谐虚温柔忍耐 因为我们有蒙照的恩 我们蒙上帝的恩 我们是蒙恩者 当你不觉得自己是蒙恩者的时候 你就不会低声客气的 我最容易有些大兄姐妹说 教会不敢做我就不奉献了 教会要这样做我就奉献了 那这就是老板心态 这些不是奉献了 是打赏 大兄姐妹 我们大家都是蒙恩者 这个是圣经提醒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 如果当我们没有意识我们身份的转变的时候 我们不会有一些谦虚温柔忍耐的 第三个圣经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能够 我们能够合一呢 原来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我们同在主耶稣里面 我们一起读四到六节 看不看得到吗 一起读好吗 你读不到我帮你看不到而已 老花远事 我们一起读四到六节 预备一二三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蒙蒙照 有同一个子望 一主一世一世一世 都是众人的父 似乎众人思想 恶众众人之中 就是众人之内 原来我们共同的特点 就是为什么 我们共同一同活在主里面 你和我都在主里面而活 今天我们教会的特点 就不是我们教会有多强 有多能力 有多多的服务功能 今天我们教会最强的地方 我们就是一起活在主里面 这个是很关键的讯息 有一次有些新来宾 来到我新人组 他第一次来到的时候 就问我 你音福堂这么大 有什么服务提供 我说我们有神的话语 我们有团契生活 我们有一起敬拜 我听这些东西都挺正确 是不是 他说好像他不满意 问多三次 你们有什么服务提供 好像我答不到他的model answer 我就说 你想要什么 原来他说 你们有没有辅导服务 因为我们很想做一些辅导服务的东西 哦 你要辅导服务 我介绍辅导服务中心 那你去申请服务 原来很多时候我们带着很不同的目的来教会 我们希望改善我们的生活 希望改善我们的夫妇关系 改善我们自己的个性 这个只有在神的话语里面 但是这个群体最大的特点 不是我们什么服务 这个群体最大的特点 就是我们同在处里面 我记得你在8月18号 以道自建的灵修里面 梁家伦博士有以下一篇的文章 这样跟我们讲的 PowerPoint不客气 看不到我读给大家听 我们保罗就说 我们一父一子 一圣灵 一信一世 一教会 一子望 这里说到我们有共同的信仰 共同的水利 共同的未来的盼望 保罗就说出 我们这个最大公约数 就是我们基督徒所拥有的 就是七个一 我们和人世间的组合 社会组织是不同的 我们在一个混合群体 包括了不同的背景 社会阶层 和经济的基础 有政治不同的人 依然能够如何达成一个身体呢 如何能够将最大的差异 如何缩减呢 保罗就说了 无需缩减于彼此的差异 只要有这七个一 作共同点就行了 七个一的共同性 要概括信徒间的殊性 教会在一个信仰群体 信徒以信仰来彼此联合 不是共同的政治见解或社会承担 仅仅是共同的信仰而已 教会在一个信仰群体 信徒以信仰彼此联合的时候 在不同的政治承担里面 我们有教会不是由信徒间的共识来维系 背景原始 信徒群体难以在众多的课题上取得共识 教会乃是要求每个信徒 放下自己的意见 以基督的旨意代替他们各人的旨意 奉圣经的教导 圣灵的带领才达成合因 这个就是教会 为什么不同信徒 各有不同的恩质 成为身体不同肢体 却总不会成为头 头是位置 由耶稣所独占 基督永远是教会元首 没有人 包括牧师长老执 是教会的老板 没有人总是在教会里面 说最后一句话 原来我们彼此一起 最关键的原因 我们是有共同的主 教会的特点 不是因为我们开会 大家谈点数 教会的特点 是我和你都活在主的大令之下 在前一阵 在Facebook里面 我见到一位执事 刊登一个爱的宣言 你知道很多人 在Facebook刊登爱的宣言 这个爱的宣言 他就这么说 I'm glad powerpoint 他就说 享受庆祝三十周年 结婚三十周年 重点不在于我们性格有多配合 我们更不是性情温和的大好人 重点在于我们既性都不太好 很快不记得对方的弱点 就算记得也不忘记自己的弱点 更多 最重要的我们确信 神叫我们走在一起 是一生一世的祝福 哇 多想 哇 真好有意思 就是说我们能够度过这三十年的婚姻生活 最重要 我不是有多正 你不是有多正 最重要的是我们同在主里面 一生一世的祝福 哇 真是温暖无限 这句话 虽然有点欲骂 但真实的 原来我们一起的原因 同在主里面 今天你是否同在主里面呢 我同在主里面的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说我们有一位上帝 以为上帝是众人的父 也超乎众人思常 只有基督作头 我们一同被上帝带领 这个就是我们的图画了 有时我做牧师要处理一些团契 一些弟兄姊妹的纷争 有时有两位的人士吵架 我做劝交 劝交的时候 我就说 大家的主内弟兄 大家都信耶稣 翌日大家都一起上天堂 不要生死不相往还 那种东西 翌日难道去上天堂 你不想吗 这样说 想着都按得住 怎么知道他怎么回答我 天堂这么大 你去东边 我就去西边 怎么会见得到 大家同在主里面 但是 好像大家很大的分歧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图画呢 当然了 大家信服主里面 那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 怎么知道上帝的心意呢 在第六节他说一句很重要的东西 上帝的心意 其实会显示在众人当中的 当中说 灌负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甚至如果大家 原来上帝的心意 大家会知道的 上帝的心意 会在我和你里面知道的 有时候 就好像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新生命新生命 其中一课神的旨意呢 上帝有三个旨意 好 考考大家 第一个旨意是什么 是权能的旨意 什么叫权能旨意呢 就是上帝 主耶稣何时再来 世地上的角度 如何建立 历史怎样推进 上帝之后 上帝知道的 第二个旨意是什么 道德的旨意 就是上帝要求你 大兄 你不准包依赖 对 上帝要求 亚水都知道 这个是每个人知道的 第三个旨意是什么 个人的旨意 新生命生活 你们很多都洗了礼 是个人的旨意 有时候上帝会让你知道 按着时候让你知道 有时候上帝不会让你知道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时候未到 等于你方恩 你就讨告 上帝求你 启示我第二个老婆是谁 这样 说了给你听 都不必是一件好事 你没有一种渴望的心 没有一种要执行自己的态度 就是暗瘡满面 所以上帝有不同的旨意 但这些旨意当中 他都会在我们里面 透过我们去测验 去成长 去团契 去学习 知道上帝的旨意 所以上帝不会今天感动 苏牧师就说 今天我欣福堂要搬去中坎国聚会 下个礼拜就说 我们中坎国的地方太晒了 我们不如搬去赤立国 是不会这样的 上帝的旨意是贯乎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自己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在教会里面 很多时候会出现了 到底是牧者带领 还是信徒带领 那个真拗 所以江湖上有一个传闻 就是说做牧师是最好什么 圣公会 因为圣公会牧师比较有大权一些 做会友最好是哪里 浸信会 因为浸信会会有大权一些 最惨我20年都在浸信会侍奉 真是挺坎坷 那不要管了 总之各人都有意见 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意见 你又说一句 我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 圣经有第四个身份的提醒 大家都是什么 跟随基督 在第11到12节 保罗就说出这句话 他所赐的有什么 使徒 先知 有全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种奇迹 建立基督的身体 原来我们怎么知道 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方向 有方法的 当然他特别提出一件事 我们这位主耶稣 去降下上升 甚至观赴天地 去将上帝的心意 启示给世人知道 只要跟着耶稣 我们跟着这位主 我们知道 应该怎么走 那你怎么知道耶稣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耶稣的东西 怎么样 看圣经 对了 原来很有趣 耶稣 没有写过任何的著作 耶稣 没有写过任何的作品 我怎么知道耶稣的作品 原来就是透过他的使徒 譬如马太 写了马太福音 另一位使徒 比特 写了比特前后书 比特的徒弟马可 写了马可福音 然后另一位使徒 保罗 写了保罗书信 和他的徒弟 路加 写了路加福音 和使徒人传 当然 约翰写了约翰福音 约翰一二三书 和启示律 还有他的兄弟 肉身兄弟 雅各犹大 都写了犹大书 雅各书 还有 旧约 众先知 为耶稣做见证 故事 在整个新旧约圣经当中 是启示了耶稣 启示了上帝的心意 所以 恩福堂 我们最大的特点 我们是透过看圣经 查考神的话语 去明白上帝 在我们里面的心意 耶稣 在这个时代 会怎么做呢 我们去问 跟随这位耶稣 很多时候 最近 有些什么新使徒运动 记住 使徒 我和你做不到 是那些耶稣 旁边见证 去服务的人 才可以叫使徒 如果你说是使徒 其实告诉大家 想搞历史 是异端 无论如何都好 今天 在我们怎么知道的耶稣 透过耶稣 旁边的使徒 启示了耶稣 就是这位 新旧约圣经 甚至你怎么认识耶稣 有帮全福音的人 甚至在教会里面的牧师 和教师 去教导神的话语 去明白耶稣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有没有不知道 圣经所说的东西呢 有没有知道 蛇蘇所启示的世界 是什么世界呢 在前一陆在美国 有一个测试 他用一段 马太福音 第四章 第八节 一段经文 去测试 他就问一下 那些 美国 个个都说 自己信耶稣 就不知道真正 教了整整 没回教会 他就说 在马太福音 第四章 第八节 就说 将世上万国王 万国荣耀 子给他汉 对他说 你若苦福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了 你信不信 这段圣经的应许呀 很多日 他想做坊间测试 居然一半人 信这段是圣经的应许 你信 经文我没有处改道的 是马太福音 四章八到九节 真的 好了 你信不信是圣经应许的 请你相信的举手 好吗 好 我们一 二三 举手 好 那只要一个 好像报道会这么少 好 一个 有没有 有没有 好了 不是圣经应许的举手 这么多的 为什么不是圣经应许 原来 我cut了上一句话 是魔鬼带耶稣上山 对他说的 原来魔鬼带耶稣 试探耶稣 就说 你拜我 将万国荣华 至极他 居然美国 做一个民间测验 有一半人 仍然以为圣经应许 是在说什么 我们不知道圣经的说明 我们不看得通 圣经的上文下理 甚至我们不知道 上帝的心意 圣经 我们知道神的心意 有使徒 有先知 有全福音的 有教师 有牧师 今天 我们这个群体的共同点 我们追求明白上帝的心意 当然 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 下一个目标是怎样 叫我们在真道上 同归于日 成全的圣徒 各种奇迹 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记得在几个月前 有位日本很出名的漫画家 樱桃子 他过了一世 他最出名的漫画 就是樱桃小丸子 有没有看过的 有看过 有没有看过 你没有看过的 因为我女儿很喜欢看 所以天天播 重播再重播 搞到很多洗脑 我女儿现在大学毕业了 樱桃小丸子 是一个日本出名的漫画 他这个漫画当中 很好笑的 他说那些人物 其实真有其人 他真的有个爷爷 但没有漫画里面那么好人 因为爷爷很少将他洗澡 漫画那边很前爱 他漫画里面可能有个小玉 就是死党来的 又有院美的人 有看过就知道谁 他特别有一次 他在漫画里面 加入一个很重要 加入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很喜欢踢球的 建泰 是真有其人 原来据闻 日本角脚 长谷村建泰 是他的小学同学 有一天 他打电话给建泰 建泰 我很想我漫画里面 加入你的角色 好吗 建泰就说 好啊 你加我个角色 于是在小丸子里面 加了这位建泰 刚刚头的小朋友 他在漫画里面很喜欢踢球 那你好了 如果你是英途子的小学同学 他问你我的漫画 加入你 你愿意给他加入啊 愿意啊 很有意思的故事啊 当然你不能做小丸子 主角不是你啊 你顶顶可以做哪个小玉 或者花轮同学啊 什么都好啊 都是一个很荣幸的事啊 就是在漫画里加入你 如果今天主耶稣说 我在天国的阵营里面 邀请你加入 我在天国的计划 永恒的计划里面 有你份 你愿意加入啊 圣经就不断提醒我们 我们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义址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掌成的新娘 主耶稣去永恒计划里面 想邀请你加入 你愿意加入呢 我记得我自己 在1981年那一年 那一年我 form4星form5的暑假 夏令会 那时呢 见到院长张美海博士 他就问了 就这帮年轻人 你愿不愿意 将自己交给上帝使用呢 一生侍奉去 走一个全时间侍奉的道路呢 走一个丰盛人生呢 在那年的夏令会呢 我就举了一手 我愿意 上帝你使用我吧 你用得着我就用吧 我虽然肺肺底 你用我吧 但是自此之后呢 我就打算做全道人 去侍奉上帝 form4星form5的年 当然后来我读完御科 就立刻去读神学了 所以今年是侍奉第三十周年了 是不像我吗 但是在这三十年的事奉的道路里面 我经历到上帝的风声 最初呢 我说去读神学 form4星form5那年 我告诉大家 我想读神学 阿占 你是否走投无路去读神学 然后有些说 你有什么新鲜萝卜皮 做全道人 就凭你 那时候我有句话 安慰自己 我不敢对质 我就说 我只知道 在天国的侍奉里面 我有份就够了 在天国的侍奉里面 我有份就够了 这个都同样是 今天主耶稣的邀请 你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呢 在这个时候 你和主耶稣说 一起祷告 诗琴的姐妹 帮我弹一下音乐 可以预备我们的心 大家低头祷告 你在上帝面前祷告 今天主耶稣 在天国的阵营里面 在永恆计划里面 有你份 你愿不愿意加入呢 你和上帝说 你和上帝祈祷 者��双 员 梓 做 prime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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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